大家好,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的海虎潜艇有三人失联 台军空头照明弹,海巡署加派舰艇在台南进行搜寻 台海军舰队指挥所下辖的256海虎潜艇 今天下午在屏东小琉球西南海域潜航执行任务期间 发现装置脱落 浮上海面派员固定装备过程 因瞬间涌浪过大造成六名官兵不慎落水 以救起陈姓少校、叶姓上位以及李姓士官 意识清楚,持续搜救林姓士官长、严姓及张姓士官 海巡署先派出600吨级的京津前往支援搜寻 后续再派2000吨级的台南舰与两艘海巡舰 共计两舰两艇,由台防部门的统一调度 因为入夜空军六连队派出C-130艺术机 投掷照明蛋,连夜搜寻 台湾方面的蔡英文已经获得了台防部门的领导人邱国正第一时间的报道 而蔡英文稍早前前往左营海军舰队指挥部了解相关情况 掌握目前搜救的进度,并指示相关单位 务必全力搜救三名失联官兵 并针对已救起的三名官兵提供好医疗信用 今天彭博社也报道,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格兰姆 二少表示,如果中国试图武统台湾 他将与两党议员合作,起草对中国制裁的措施 格兰姆指出,若中国采取行动,试图夺取台湾 他将与两党议员合作,为台湾制定强有力的国防补充草案 其次起草中国入侵前的最严厉制裁 格兰姆说,若共产主义中国认为可以用霸凌的方式 破坏世界秩序,而不产生任何后果 那么这就会让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看起来是明智 格兰姆是针对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BC一篇报道 发表上述的评论 该报道引述三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话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个月举行的习拜会上 对美国总统拜登说 北京将统一台湾 具体时间未公布 中国长期来一直表示 打算最终将拥有2300万台湾人纳入自己的控制下 北京希望最好是通过合并手段 格兰姆指出 NBC的报道 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格兰姆是在对中国进行威胁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效果 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制裁 美国现在能使用的制裁方法已经都使用了 那么实际上美国现在没有使用方法 不是美国对中国释放善意 而是因为这种制裁方法会让美国损失更多 你包括稀土 那美国和中国一旦翻脸的话 那中国会完全切断对美国系统的共用 会让美国包括整个世界 芯片产业供应链 包括一些电动汽车 包括电池的产业供应链 会进行重组 这对美国并不利 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 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美国对中国释放善意 也不是美国不希望对中国进行制裁 而是美国不能对中国进行制裁 就是现在你从格兰姆他这个讲话来看 美国这些议员还在幻想自己是上帝 格兰姆可能真把自己当成上帝了 把美国当成上帝的选择 就觉得自己对中国进行制裁 中国没有任何应对方法 就是中国只要武统台湾 我就对你制裁 那你就不敢武统台湾 就是现在包括美国 包括中国 很多这些亲美合同派一些人 陷入的误区 总觉得中国武统的话 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 中国的经济会受到美国的限制 会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 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 你按照美国人的逻辑 可能会错失良极 按照美国的想法 可能会失去武统台湾的战略双口 你如果按照美国人的逻辑 美国对你进行经济限制 不战而屈人之兵 人家都没有对你进行最后的限制 你就不敢对台湾发动武统 不敢收复第一岛链 不敢收复中国固有领土台湾 人家什么也没有做 你就什么也不敢动了 而且你只能听命于美国 对你的限制制裁围堵 你只能是招架 反而是非常被动的 那如果你收复台湾武统台湾 你格兰姆还敢说这些话吗 你美国你把中国进行限制 那中国也可以封锁台湾海峡 对日本航空的经济也造成打击 那么就是直接中国美国摊牌 那你美国损失不一定比中国强 所以你可以看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摊牌的话 是美国最不愿看到 所以你按照这个道理 你再向前推的话 其实美国是不希望中国武统的 美国这些议员也好 他这些媒体也好 每天都在讲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的限制 逼中国不敢武统台湾 反而暴露出了美国在台湾上他的无能 反而说明中国武统台湾 更有利于中国摆脱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 大家一定看懂这个逻辑 你对防鲁萨克军不要跟着他的媒体 跟着他这些议员 他们的想法走 他觉得他是上帝 他对你经制裁 你就一定要应对 你就一定不敢武统台湾 那你就上他的当了 你反而是反向 他越不让你武统台湾 你越积极的准备武统台湾 就像那帮合同派过去 一直给台湾让利 一直高喊和平统一 最后的结果呢 变本加利 你看看台独多少了 台独势力扩大 对中国和平有好处吗 那美国到时候一声令下 台湾独立 你中国你只能被动应对呀 结果你喊了那么多年 合同没有准备武统 结果呢 准备也不积极 也没有军事准备 政治上又放松 军事上又松懈 最后呢 台湾宣布独立 共产党一定倒台 你一旦收复不了台湾 你共产党一定倒台的 这都不用想的 这是一定的事情 那你想想那帮合同派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共产党长期执政 还是为了让台湾独立 让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台湾问题背后 有很多利益集团在争夺 那中国只能选择什么 武统 武统台湾才能保证 中国的最大利益 保证中国的稳定 最近我是一直是武统派 因为我看懂了 美国背后的逻辑 再说回了葛兰姆 他对中国这个威胁 他对中国没少威胁 而且过去八年 对中国的贸易战 科技战 已经全部能制裁 都制裁了 连个抖音都制裁你 美国能使出的招 都已经使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限制中国 不是美国对中国 释放了善意 不是美国喜欢中国 给中国留了一丝余地 不是 所以他发现 其他限制中国的方法 让自己会失去整个产业链 供应链 甚至会失去中国市场 让美国整个的经济也会陷入危机 所以看懂了吧 所以葛兰姆在吓唬中国人 所以我一直在讲 美国一些议员 实际上他把自己想要成神 想要成上帝 但是美国真的像过去一样 世界的霸主吗 真的像过去一样能够统治这个星球吗 不能 你看看俄乌战争 你看看对普京 对俄罗斯 美国也是使出浑身泄疏 最后怎么样 还是出卖乌克兰 拿俄罗斯一点办法没有 俄罗斯现在照样控制着 克里米亚就骗领土 照样让俄罗斯的国旗 生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而美国呢美国没有任何办法 美国是拿中国俄罗斯 特别是地缘政治上 他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俄罗斯扩张 让美国离开第一岛链 让美国退出东欧 退出北约最后这个东扩的黑海方向 让美国这些犹太资本 不能再蚕食后苏联空间 让中国不能被碎片化 这就是美国这帮议员在想的 而你中国现在你很多的政策在迎合着美国这些议员 被他们那些讲话吓住了 人家什么也没有做 一张嘴就把你吓住了 你就不敢武统了 不敢准备武统 不敢积极做军事准备 这是最可怜的 任何一个民族不要被美国张一张嘴一张嘴 说一句话就吓住 你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未来 就要做武统就要积极准备 做好明天就公岛的准备 中国只有这样做才有出路 而且中国真的要收复台湾 你中国才能突破美国的围堵 不然中国没有戏 没有台湾 台湾被美国控制 中国想摆脱美国的影响 摆脱美国的限制 摆脱美国对中国的封锁 不可能的 所以我还是那个主持人 中国收复台湾越早越好 越早收复台湾 才能真正摆脱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对中国的限制 中国才能真正的超越美国 不被昂尔萨克军碎片化 所以越早统一台湾 对中国越有力 越来越多越美国